婚后三年 我与妻子相情相爱 我们是别人眼中 羡慕不来的恩爱夫妻 却没曾想在结婚纪念日的当天 林寒烟将一叠厚厚的文件 重重地拍在了我的脸上 高高在上地望着我冷笑道 想让我放过你家人 可以啊 只要你去死 我就答应你 为什么 我不敢置信地望着她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结婚这三年 我何曾亏待过你 你想要的东西 有什么我没有给过你 哈哈哈哈 林寒烟笑得很开心 和她结婚三年 我从来没有见她 笑得这么开心过 什么都给过我 还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余丽轩 你别忘了 就是因为你 我才和我汤米分开了三年 在这三年里 我无时无刻不再期待这一天 你记住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是你欠我的 林寒烟拉过她身后的男人 与她食指相扣 当着我的面 两人深深一吻 想好了吗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体面 她身后的男人 笑得也很开心 那是胜利者的专属表情 一小时前 我还在为我和林寒烟的 结婚纪念日忙碌 这栋大厦是我为她而建的 整栋大厦89层 因为她喜欢89这个数字 这个用于举办 结婚纪念日派对的空中花园 也是按照她的喜好设计出来 没想到 却成了她用来向我摊牌的场地 不知喜庆为美的大厅 此时看起来格外的刺眼 她砸在我身上的那一叠文件 除了股权转让和职位罢免以外 还有破产证明 而在这三年里 林寒烟不仅吞到了我赵家的公司 怀疑我的名义 向银行贷款了五个亿 她就是想让我一无所有 一败涂地踩着我赵家的骨骸 去追寻她梦想的幸福 好 希望你能说话算术 放过我的父母 我眼神空洞地看着她 她低下头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像是不识人间烟火的女王 眼神中只有绝绝和冰冷 好啊 只要你死 我就放过你父母 我机械地转过身看着远方 这阳台 是我特地让设计师设计出来 为了和她看星空的地方 现在却成了我的埋骨之地 多么可笑 我缓缓地爬上了栏杆 往下看 原来八十九层 有这么高 她拉着汤米的手 走到我身后 不满地催促道 能不能快一点 等一下我还要和汤米约会呢 她眼中只有快意 是真的想让我死 我转过身 最后看了她一眼 远方传来了我父母的痛哭 和哀求声 儿子 儿子 不要啊 不要啊 寒烟 放过她 放过她 我求你了 身子向后倒去 没了栏杆的支撑 开始急速下坠 风声在我耳边呼啸 这一刻 她的嘴唇动了动 我读出了两个字 傻子 这一刻我才知晓 这个女人 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放过我的家人 四 头部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 我揉着额头 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还能醒过来 此时光线有些刺眼 看不清是什么地方 耳边传来了 宾客交谈的声音 先前所发生的一切 仿佛是一场梦 但三年的记忆 如走马观花般 在我脑海中闪过了一遍 让我知道 那是真的 真真切切在我身上发生过 儿子你怎么了 身后传来了 母亲熟悉的关切 听到声音 我不禁眼眶一热 笑着找了个借口 没事 昨晚工作太晚了而已 让你别太辛苦 还是要注意身体 我还等着抱孙子母亲 语重心长地说教 上一世 母亲每天都唠叨 这我们早点生个孙子给她带 但每次都被林寒烟 笑着以工作太忙为理由拒绝 我知道了 我笑着点头 目光落在了前方的横幅上 欢迎林寒烟学成归来 妈 我想把今天这场宴会取消了 上一次当着众多宾客的面 我瑜伽丢尽了脸 这一次我不想再重蹈覆辙 母亲的脸色 刷得一下冷了下来 你在说什么胡话 烟烟出国三年 好不容易回来了 我们家若是什么都表现 这让别人怎么看我们 也对我暗自神伤 都这么大人了 怎么这么不知轻重 给我打起精神来 母亲拍了拍我的后背 让我挺起胸膛 这时林寒烟的父母也到了 两家人站在一起相互寒暄 见我脸色不对 林寒烟的母亲连忙问道 丽萱这是怎么了 脸色怎么有些难看 母亲抢在我说话之前开口 她呀 脸皮薄哦 三年没见她未婚妻了 紧张 双方父母听后顿时笑了起来 都十分有趣地看着 在其他宾客眼里 我也是那个许久不见爱人 内心紧张腼腆的小年轻 但现在 我只想怎样才能安然退身 既能保住我瑜伽的脸面 也能成全她 此时 双方的亲朋好友早已入席 但却不见林寒烟的影子 开始议论纷纷起来 这是怎么了 不会出意外了吧 不可能 这么多年了 要出意外早出了 再等等吧 林寒烟的父母脸上 也露出一丝尴尬之色 强撑着笑容 给林寒烟找借口 烟烟许久没回来了 可能有些不熟悉路 我们再等等 又过了半个小时 酒店大门打开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聚集了过去 父母更是迅速起身 亲自去迎接 他们未来的儿媳妇 母亲更是边走边从包里 掏出早已经准备好的见面里 临走前还不忘拉上我 可我们刚走出没有几步 母亲便愣住了 急促的脚步 一下子顿在了半空 脸上的笑容也陡然僵硬 林寒烟不仅来了 而且还多带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皮肤白皙 身材高大 金发碧眼的外国男人 两人食指相扣 满眼都是对方 俨然是一对 正在热恋当中的小情侣 宴会厅里的交谈声 戛然而止 寂静地可怕 只有林寒烟和汤米的脚步声 有些人的目光 悄悄瞥向了我 眼中只有同情和怜悯 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在高中时期 便已经订了婚 在我们的圈子里 他林寒烟早已经 是我赵家的媳妇 只等他学成归来 我们便可举行婚礼 玉林两家便正式成为一家人 可谁能知道 等来的却还有另外一个男人 林寒和林母的脸色 比我的父母脸色 好看不了几分 片刻沉默后 林寒猛地一派桌子站了起来 林寒烟 你在干什么 这场归学宴 请来了双方父母的亲朋好友 这不就相当于向众人宣告 他的女儿劈腿了吗 爸 你为什么要生气 林寒烟反倒是一脸不解地 看着他父亲 我找到了我的真爱 你应该祝福我才对 玉立轩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人 我为什么要嫁给他 林寒烟说着 握着汤米的手反而欲加紧 林父勃然大怒 杨首就准备将酒杯砸在地上 刚有动作 被我制止 伯父现场这么多人 不要让场面太难看了 林寒烟不但不领情 反而拉着汤米大大方方的 走到了他父母面前 洁白的下巴高高扬起 像是要向众人宣布 西式珍宝一样 爸 妈 这位是我的一生挚爱 汤米 也是我今生今世 唯一想要嫁的男人 在国外 他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的身心都已经属于他了 请你们祝福你的女儿好吗 林寒烟表情十分诚恳 全然没有将我们瑜伽的脸 放在心上 所有宾客都为之一愣 接着议论起来 这林家的女儿 还真是够胆大的 都说国外开放 没想到开放到如此地步 林寒的手都气得颤抖 终于没能忍住怒火 啪的一声将酒杯摔在了地上 指着林寒烟的鼻子 你 你 你这样做你对得起立宣吗 他在国内可是等了你整整五年 五年啊 你让我林家以后还有何颜面 面对他人 我心中不由的冷笑 林寒这句话像是在为我打抱不平 其实不过只是个借口而已 因为他不想他的女儿 嫁给一个对他们家族 毫无帮助的外国人 更重要的一点是 他们现在需要我家的支持 失去了这场联姻 对他们林家来说 无异于降维打击 这才是林寒生气的主要原因 钱事我不懂 是因为林寒烟 是我早已经认定的妻子 我便义无反顾地想要去挽回 甚至就连尊严 都被我抛制到了脑后 只为了换取他回头 但我却偏偏忘记了一点 能挽回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感情 而是怨恨 上一世 他愿意嫁给我 并不是因为他回心转意 而是迫于他父母的压力 嫁给我的是 那满满的不甘心 和那滔天的怨恨 也是这些怨恨和不甘心 支持他折服了三年 骗过了所有人 就连我自己也认为 他在和他这位汤米分手之后 心甘情愿地做我的贤内助 然后利用我对他的信任 一步一步暗中蚕食我的瑜伽 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一步一步地将我瑜伽的权力 握在他自己手中 只为了等待一切准备妥当 再给我致命一击 我不得不承认 他是一个十分完美的猎手 完美到 就连重生的我也找不到一丝缺点 不灵寒烟毅然决然地拒绝 我并没有求他等我 这都是他自己自愿的 难道他的单方面付出 我就一定要负责吗 难道为了他的付出 我就要牺牲我的幸福吗 这不公平 我有我想要的人生 我想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 哦 亲爱的 别生气 汤米忽然温柔地开口 轻轻地抚摸着他的侧脸 说着一口别搅的中文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你已经有了未婚夫 这样我或许就不会和你回来了 让你为难 不不不 灵寒烟急了 头摇得像个波浪鼓 我并不同意这场婚姻 在我心里 我最爱的人就只有你 我这一生如果要嫁一个男人 那只能是你 亲爱的 我相信你 我也爱你 汤米嘴角微微勾起 满眼都是林寒烟 林寒烟与他对视 眼眸中除了汤米容不下一粒沙子 满眼的痴迷 两人旁若无人地嗅着恩爱 让林寒烟的父亲怒气更生 砰的一声 又是一巴掌拍在了桌上 你 我忽然开口制止 伯父 事已至此 不如解除婚约吧 这五年来的等待 确实是我一厢情愿 我不能因此耽误寒烟 我看向林寒烟 眼神平淡 不带一丝情绪波澜 而且寒烟以心有所属 古人言 君子不夺人所好 我愿意成全他们 我不给林寒烟的机会 转身看向诸位宾客 高声宣布 从今日起 我于家与林家的婚姻就此解除 我们两家 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 林家与我于家也在无任何瓜葛 希望在场的诸位 能为今天的事情做个见证 不行 林寒烟的声音 几乎是擦着我声音的尾巴 吼了出来 他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好几年 对我于家卑躬屈膝 就是为了能让他女儿嫁入于家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怎能因为 一个不知道从 哪里冒出来的外国人给毁了 但我却不给他任何机会 礼貌地笑着问道 那伯父想让我怎么做呢 如今林寒烟已经有了真爱 难道要我去横刀夺爱吗 你别忘了 你们林家的脸是脸 可我们于家的脸 也不是一张可任人揉捏的纸啊 林寒烟的父母脸色变换不定 难看到了几点 这件事本就是他们女儿的不对 即便是想要道德绑架我 他们也站不稳脚跟 嘴唇动了动 挤不出半个字 我不再理会他们一家 转身看向我爸妈 爸妈 公司还有事情等着我去处理 等到我们一家人离开酒店时 身后传来了一道响亮的巴掌声 紧接着便是林寒烟父亲的怒骂 你个混账东西 我林家怎么就出了个 你这么不要脸的女儿 林寒烟在闺学宴上 带回来一个男朋友 又被我退婚的消息 很快便传了出去 但这个消息也只是在 上流圈子里小范围传播而已 而我和林寒烟之间的纠葛 也似乎随着我的退婚告一段落 但经过了一世的我很清楚 这件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结束 林家现在撑不了多久了 如果没有我余家的帮助 他们家破产只是早晚的问题 所以无论如何 林寒烟的父母 都不可能同意她和我退婚 毕竟谁会眼睁睁地看着 到手的钱飞了呢 而且他们也不会同意 林寒烟嫁给一个外国人 上一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林寒烟最后选择了妥协 她父母不断地在我耳边煽风点火 我这才点头 答应他们继续履行婚姻 当时林妇为了能够得到我的信任 还请我亲眼看了一场 林寒烟和她的男朋友汤米分手的戏码 我清楚地记得 汤米当时急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直在问林寒烟为什么 她不懂 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 为什么她的父母就不能接受她 甚至跪在了林寒烟面前 让林寒烟跟她离开 她可以养林寒烟一辈子 却被林寒烟摇头拒绝 激烈地挽留 并没有换来林寒烟的点头 甚至在两人分开之后 汤米还被一群人狠狠地殴打了一顿 林寒烟知道这件事情后 以为是我做的 把这一切全都放在了我的头上 可我对这件事根本毫不知情 因为这一切都是林妇做的 就是为了防止 汤米在和林寒烟分手之后 再回来骚扰林寒烟 影响我和林寒烟的感情 同时也影响于家对林家的支持 汤米走的那天 林寒烟还是依依不舍地去送了她 直到汤米乘坐的飞机飞走 林寒烟才看向了我 她的眼神我至今都不会忘记 那里面满是不甘 怨恨和憎恶 不知道的还以为 我与她有杀福之仇 但那时的我 认为林寒烟已经真的回心转意 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还以为是这些天没有休息好 产生的错觉 没想到 那是她的真情流露 又或者说只是她 没能抑制住的情绪中 暴露出来的一丝半了 也是 自那之后 她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 恢复了平静 嘴上不再说着 她和汤米山本海誓的誓言 在国外有多么多么的相爱 仿佛之前和父母所做的抗争 都是假的一样 她变成了我梦想中的邪内住 知我心 懂我意 但我已经被欺骗了一事 已经不会再上当了 退婚的第二天 我刚从房间醒来 在客厅里便见到了 来游说我的灵妇和灵母 我就知道 这两人不会这么轻易地放弃 见我出来 两人顿时扬起了一副虚伪的笑脸 丽轩起床了 怎么不再多睡一会儿 灵母的话 让我想起了我跳楼前 那副弹幕的眼神 只觉得恶心 我也知道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无非就是劝说我不要轻易退婚 果然没说两句 灵妇和灵母就直接欺了正题 告诉我两个人相遇多么的不容易 我等了灵寒烟五年 就这么轻易退婚 对不起曾经的自己 这些话和我上一次听到的话一模一样 一字不差 我很有耐心地等他们说完 方才淡淡开口 伯父伯母 你们是过来人 应该比我更能明白 结婚和谈恋爱完全是两回事 而且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和老一辈的想法也完全不同 现在他们正在热恋期 我们越是阻拦 他们就越会反抗 感情反而会越深 事情也会适得其反 不如就先同意他们 等他们两人在感情的生活中 将那股激情逐渐磨面 顺其自然分开 丽轩你能这么想 真的是太好了 灵母笑得很开心 在她眼里 我现在就是一个民事理 还一心爱着她女儿的于丽轩 现在说退婚 就是为了给她们女儿自由 让她知道 谁才是真正爱她的人 上一世 我确实是如此 只是并没有表现出 我如今这份豁达 可是凭什么呢 我堂堂于是继承人 为什么要娶一个 心里不仅没有我 还一心谋徒我瑜伽产业 想害死我全家的女人 灵家的人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 都充满着自信 灵父更是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先前的阴霾一扫而空 丽轩 你不愧是我看中的女婿 不枉我一直把你当做亲儿子看待 我眼底闪过一丝冰凉 心中冷笑连连 呵呵 亲儿子 这三个字何等的讽刺 若不是我身份在这里 她恐怕连看都不会看我一眼 上一世 灵寒烟带着她的汤米来向我逼宫时 她可半点都没有提亲儿子这件事 反而还在一旁悠闲地吃着水果 这对夫妻 说他们是吃人不骨头的魔鬼 都是夸奖他们了 敷衍了灵父灵母一阵之后 我便打算去睡个回龙觉 这几年来 我实在是太累了 需要好好地休息休息 上一世是我骨头剑 有眼无珠 但上天给了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绝不会重蹈覆辙 况且在我等待的五年里 也不是没有门当户队的女孩子 向我表达过好感 其中追求我最为激烈的 便是我母亲的好闺蜜 宁阿姨的女儿 柳如烟 我和柳如烟认识 是在学校的运动会上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那时我刚跑完一千米 正在慢走 调整呼吸 柳如烟甩着单马尾 拿着一瓶水走到了我的面前 冲我甜甜一笑 学长 喝水嘛 后来跟着母亲 参加了宁阿姨的生日宴会 这才知道原来柳如烟是她的女儿 而因此双方也熟络了起来 她本是一个开朗大方阳光的女孩子 当知道我和林寒烟也有了婚约 心情低落了很久 同时与我保持了距离 刚准备上楼 又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我皱了皱眉 想不通这个时候会有谁过来 在门打开的一刹那 我只觉得一阵香风袭来 温香软玉撞入怀中 柳如烟双手抱着我的腰 抬起头冲我微微一笑 嘴里还喘着粗气 想来是跑着来的 立轩 喊了声我的名字 便松开了我 客厅里 她乖巧地坐在我身边 那对水汪汪的大眼睛 好似会说话一样 我打了个哈欠 有什么事 没事 就不能来找你了吗 柳如烟一脸天真无辜的样子看着我 我知道 柳如烟肯定是得知了退婚的消息 她一直都很喜欢我 在不知道我有女朋友的时候 便向我吐露过心意 后来虽然有保持距离 但她那看我的眼神 却是藏不住的 其实我也喜欢她这种 活不开朗的女孩子 但是我和林寒烟已经有了婚姻 便没有多想 现在看来 柳如烟可能认为自己有机会了 当然可以 我淡淡一笑 柳家和我瑜伽关系也很不错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母亲关系很好 在上一世 即便我和柳如烟没能在一起 两家的商业往来也不少 你好像还很困 要不你再去休息一下 柳如烟看我一脸疲倦的样子 冲我眨了眨眼睛 你觉得 我现在还睡得着吗 我没好气地看了柳如烟一眼 对这个女孩子 我怎么也生不起气来 嘻嘻 柳如烟甜甜一笑 和我们当初第一次见面一模一样 那既然睡不着了 不如就陪我去游乐园吧 上一次柳如烟也想让我陪她去游乐园 但被我拒绝了 这一次 她问完后 眼中满是期待之色 昨天我已经当着诸多宾客的面 宣布了我和林寒烟解除婚姻 那么我现在便是单身状态 而且我看得出来 这哪是她自己想去游乐园 明明是担心我从上一段感情里走不出来 想要带我去放松放松心情 我答应了她 说起来 这二十多年我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这一天 我们两个人玩得很开心 全程都很默契地没有提起关于感情的事 直到夜深游乐园闭馆了 我们这才回家 刚到家 就接到了我妈打来的电话 臭小子 你今天是不是和如烟出去玩了 这件事没什么好隐瞒的 我直接点头 对啊 你这臭小子 我告诉你 你宁阿姨是我从小到大的闺蜜 你要是能和如烟走到一起 我们自然很开心 但你要是打 妈 我打断了她 我知道 你儿子我是那样的人吗 隔着手机 我都能感觉到 我妈在那边笑得合不拢嘴 其实 若不是我爸和林妇 早早地为我和林寒烟定下了婚姻 我妈其实很希望 我能和柳如烟走到一起 直到此时我才发现 其实我的心中早已经不爱林寒烟了 等她只是习惯 是一个执念 又或者说 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沉默 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我也才知道 感情和习惯不能混为一谈 后来的日子里 柳如烟几乎每天都会来找我 每次过来都有各种借口 有时候我在家 她家里没人 就以我请她吃饭为借口 让我出门 又或者我在公司处理事情时 说在家里吹空调浪费店 来我这里蹭空调 总之 她总是有各种理由出现在我身边 直到有一次 再一次去游乐园 在摩天轮上 伸到最高处时 她往下一看 尖叫一声 直接钻进了我怀里 好高 我怕 我不由地笑出了声 这妮子 坐过山车都能兴奋地大笑 这个小小的摩天轮 又怎么可能让她感到害怕 我这才反应 原来这妮子自那天来我家找我时 就已经算计好了 虽然那次之后 我们也来过很多次游乐园 但这是第一次坐上摩天轮 或许对于女孩子而言 摩天轮有特殊的浪漫意义 我很配合地抱住了她 她从我怀里 抬起头望向了我 轻咬着下唇 清澈的眸子里 闪烁着涟漪 忽然 她闭上双眸 连起脚尖一下子吻了上来 我痴疑了一下 抱着她的手微微收紧 直到摩天轮降下 才不舍得分开 我母亲和宁阿姨 见我们两个人走在一起 都很高兴 双方父母也算得上是试交 第二天我爸妈 就将柳如烟的爸妈 请到了家里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很快就进入到了 商量婚事的环节 我靠在沙发上 商量的是 等柳如烟毕业之后 再举行婚礼 但这句话一出 就遭到了柳如烟强烈的反对 为什么 我才不要 我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了 为什么不让我结婚 而且结婚证属于国家证件 还可以给我加学分呢 柳如烟说得理智气壮 但眼中的那一抹心虚 却是被我捕捉到了 但明显她不想再等了 我也不想让她再等了 双方父母看当事人这么坚决 只能同意 选了个良辰吉日 便开始通知双方的亲朋好友 但我心中隐约感到不安 林家人绝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 这段时间看起来平静 可一到我要和柳如烟结婚 这个消息传出去 他们肯定会闻风而来 果不其然 刚起床 就收到了秘书发来的消息 于总 您今天还是别来公司了吧 怎么了 我问道 但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林氏集团的林总和她的夫人 正在大厅等你 脸色很难看 应该是来问罪的 我并不觉得意外 在结婚请帖发送出去之后 我便跟着柳如烟去了一趟柳家 见了她的爷爷奶奶 想来林妇和林母 应该是去过我家找我 见我不在家 这才找到了公司 我刚到公司门口 就远远地看到了林妇和林母 正黑着脸坐在街壳沙发上 来往的员工 余光不自觉地瞥向他们 嘴里还在窃窃私语 林母一见我便上前质问 丽轩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把你当亲儿子看待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吗 你口口声声说要等我女儿 那你这结婚请帖又是怎么回事 你必须给我们个交代 林家人的厚脸皮 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现在是上班时间 堵在公司门口影响不好 我礼貌地邀请他们 到我的办公室里去谈 一到办公室 林妇和林母的脸 黑得就像锅底 我给二老到了杯茶 客客气气道 伯父 伯母 你们觉得林妍和汤米 什么时候会分手 这一句话就把两个人 堵得不知道如何开口 我自嘲一笑 我已经等了他五年了 他是怎么回应的 给我带回来的兄弟 林妇林母的脸 此时更黑了 低下头不敢看我 两久 林妇又打起了感情牌 可你是真心爱她的呀 你又怎么可以 和别的女人结婚呢 你是我们早已经认定的女婿 那个汤米 根本就比不上你 呵呵 我淡淡一笑 伯父伯母 我想你们应该比我更明白 婚姻不是一厢情愿 就能美满的 而且林妍和汤米 什么时候会分手 我们谁也不清楚 你们总不能 再让我等五年吧 随后两人又是对我一番游说 见我态度坚决 只能不甘地离开 我和柳如烟婚礼当天 来了很多人 当然并不包括林家 婚礼的地点 定在一处宽大的草坪上 周围栽种满了鲜花 这是柳如烟 从十几个场地中 精挑细选中 最满意的一个 理由是 外面空气清新 在房间里太压抑了 不喜欢 柳如烟没有选择 纯洁的白色婚纱 而是穿着一身 象征着吉祥锐气的大红色 她站在我对面 烟然一笑 百花失色 在众人的见证下 她一步一步地朝我走来 眼中的笑意 止不住地溢了出来 我忽然想到 在上一世 我和林烟的婚礼上 她也曾远远地看着 那时的她 心中又是何种滋味 我和她之间 不过二十米的距离 但她走了好久好久 整整两世 若我没有醒来 她得知了我 跳楼身亡的死讯 一定会很伤心吧 我看着她 她看着我 此时此刻 我们眼中 只有彼此在 众毒宾客的欢呼声中 怕来到我的身前 柳父将她的手 轻轻地放在了我的掌心 这一刻 柳如烟的眼角 闪烁起了一颗 晶莹的泪光 在众毒宾客的见证下 我们俩念出结婚誓词 许下对彼此一声的承诺 仪式结束 准备交换戒子 我不同意 忽然 林烟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她穿着一身洁白的婚纱 踢着裙边 冷着脸朝我跑来 走到我的跟前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丽轩如果说 我现在愿意嫁给你 你愿意娶我吗 话音落下 下方哗然一片 自从 灵妇和灵母来公司 找过我后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此后灵妇灵母 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我也没有听到过 任何有关灵烟消息 我不知道这一个月里 灵妇和灵母 对柳如烟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能让她厚着脸皮 来婚礼上抢人 她说完不等我回应 便抓住我的手腕 想拉我离开 我用力一甩 挣脱了她的束缚 此时台下的宾客 已经拿出手机 快门音响个不停 这个女人 还是和以前一样 自私自立 从来不会考虑 别人的感受 在她眼里 所有人在她需要的时候 都必须照之即来 不要的时候 弃之如必喜 不知道该说她天真 还是该说她自大 我瞳孔微眯 眼神逐渐冷了下来 灵烟 今天是我和如烟的婚礼 我对你也没有了任何感情 你最好清醒一些 不要在这里闹事 看在以往的交情上 我不与你计较 你走吧 骗子 灵烟情绪激动的吼了出来 你就算骗得了我 你也骗不了你自己 你等了我五年 整整五年 凭什么说不爱就不爱了 难道这五年的感情 都是假的吗 她的无理举闹 让我觉得荒流 心中也生起了一丝怒火 灵烟 你别忘了 是你先劈腿的 凭什么你找了别的男人 却还要要求我在原地等你 你以为你是谁 凭什么要求我 灵烟见自己站不稳跟脚 连忙将矛头对准别的女子 我知道 都是因为她 是不是因为这个不要脸的小三 插足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所以你才放弃我 放弃了灵氏集团 我被气笑了 这一世 这女人倒是少了一分她上一世的隐忍 居然把真实目的说了出来 我拉过柳如燕江 她紧紧的拥入怀里 低下头轻轻的在她的红唇上吻了一下 灵烟 现在你看清楚了吗 可以死心了吗 如燕才是我的妻子 你现在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质问我的感情 劈腿的前女友吗 可笑 我早就不爱你了 啪 一道清脆的声音在我和柳如燕的婚礼上响起 灵烟怒急之下 给了我一个巴掌 我被她打得微微偏过了头 脸上留下了一个红通通的五指印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又是一道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柳如燕上前 一巴掌抽在了灵烟的脸上 灵小姐 你在我的婚礼上捣乱 还打了我的丈夫 未免太过于嚣张了些 真以为我们宋家没人了吗 呵呵 灵烟捂着红通通的脸冷笑了两声 宋家 你们宋家算个什么东西 如果不是攀上了瑜伽 你们宋家连在上流圈子里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为什么丽轩才和我退婚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你就选择和她结婚 不就是因为丽轩能帮你们宋家 你不过只是一颗怜姻的妻子 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 气氛变得剑拔弩张 所有人都知道 林烟这是在故意激怒柳如燕 却不成想 柳如燕反而笑了起来 宛若冬日里的阳光 林小姐 其实我很同情你 你知道吗 因为你 才是那个真真正正的牺牲品 你一直都在以你的目光看世界 却不知道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 说起来 我还应该谢谢你 谢谢你放弃了丽轩 现在 她不是你的男朋友 也不是你的未婚夫 而是我的丈夫 我没想到 柳如燕这么能说会道 看我之前是我白担心了 她的每一句说的都很有礼貌 每一句都直戳人心 我深深地看着眼前的女孩子 我的妻子 将早已经准备好的婚戒 缓缓地拿了出来 如燕 我轻轻地喊着她的名字 柳如燕朝我看来 一双如湖泊般青涩的毛子 荡起了阵振连衣 我打开戒指盒 露出了里面的戒指 柳如燕抿着唇 配合地伸出了白皙的右手 然而就在我将戒指 戴在她手上时 却被林烟一把抢了过去 戒指盒里是一枚钻戒 上面镶嵌了一个 硕大的蓝色钻石 阳光照耀在钻石上 折射出璀璨的光 让下方的女性宾客们 都忍不住惊呼出声 海洋之星 这居然是海洋之星 于少爷这也太浪漫了吧 居然买来了海洋之星 当作婚戒 柳如燕这也太幸福了 林烟也太蠢了 这么好的男人 不要非要去找一个外国人 活该 下方的声音一边倒 这其实是我早已经准备好的婚戒 也是林烟一直想要的 那时我和林烟还在热恋期 她随口提起过 后来这梅钻戒 在国外的一次拍卖会上出现了 我抛下了所有的项目 乘着飞机去参加的那场拍卖会 以压倒性的价格 将这梅钻戒拍卖了下来 林烟颤抖地拿着戒指 双目死死地盯着我 质问道 这是你给我准备的戒指 凭什么给她 她的声音凄厉刺耳 看着我的眼睛 仿佛要喷出火来 我摇了摇头 目光森然 林小姐 还请你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是我给我未来妻子的钻戒 不是给你的 说吧 我一把抢过了钻戒 接着轻轻地待在了柳如燕的无名指上 这一刻林烟气的脸色涨红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盯着我的眼睛里 有着怒意闪烁 于立轩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把这枚钻戒给我 你先前所做的一切 我都可以原谅你 我林氏集团 也可以和你于氏集团合作 我也会向你发誓 从今以后 绝对不会和汤米有半点来往 我牵着柳如燕的手 眼神淡漠地看着她 她这番话 说得毅然决然 若不是我已经重生过了一次 或许真的会被她这番话给骗了 林小姐 闹了这么久 你应该闹够了吧 婚礼仪式也已经结束 请你自行离开 不然我可就要喊保安了 好 林烟咬牙看着我 于丽轩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知道珍惜 既然你选择了她 那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说完她转身就走 柳如燕拉着我的手微微握紧 语气中带着一丝担忧问道 她会不会报复你 我没有对不起她 我语气平淡 随着林烟的离开我 婚礼的闹剧也就结束了 众人也没有再继续谈论刚刚的事情 我和柳如燕换了一身衣服 挨桌敬酒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祝福的笑容 等我和柳如燕两人忙完 已经到了深夜 第二天 还没醒来就被我妈的电话吵醒 离户间按下了接听键 儿子不好了 出事了 我猛的惊醒过来 怎么了 你看看热搜就知道了 我妈的语气中充满了愤怒 我拿起手机一看 一条热搜被顶到了榜首 柳如燕 小三 插足别人婚姻的绿茶表 点开一看 里面是柳如燕的各种照片 还有抨击她的言论 下面的评论更是达到了数万条 无一例外 全都是骂柳如燕不要脸的 我甚至都不用去想 就知道是谁做的 直接一个电话打了过去 我还没有开口 手机听筒里就传来了 林烟懒洋洋的声音 我就知道你会找我 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昨天都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不知道珍惜 隔着电话 我甚至都能想象出 她那副得意的丑恶嘴脸 说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阴沉着脸 咬牙道 于大少爷 我想要什么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只要你给了我想要的 我就可以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 亲自澄清 否则柳如燕这辈子 都得顶着小三 绿茶表的头衔生火了 威胁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林烟甚至都不会给我 任何说话的机会 就挂断了电话 我知道林烟狠 她对自己狠 对别人更狠 这种自损八百伤敌一千的招式 最喜欢用 用得得心应手 但我明知道这是威胁 却又无可奈何 我很清楚在网络上的人 他们只会相信 自己想相信的东西 小三上尉 绿茶表插足婚姻 赶走原配 那些字眼一出 会瞬间引起巨恶的流量 即便是假的也会成真 这时反倒是柳如燕 轻轻地抱住了我 将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温柔地开口 没关系 轻者自轻 拙者自拙 只是几条言论而已 又不会让我掉一块肉 话语间 她还是这么自信乐观 但当我转过头 看到那红红的眼眶时 心疼地将她拥入了怀中 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 清白是何等的重要 更何况是被全网的人骂 换成其他一个女人 恐怕早就忍不住发火暴走了 我捧着她的脸 在她的额头上 轻轻地吻了一下 别担心 我不会让林烟肆意胡来的 这件事情 我一定让她给你一个交代 嗯 柳如燕冲我扬起了一个笑脸 重重地点了点头 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造谣不需要证据 更何况这件事情真的要查 也不一定能够查到林烟的头上 只会徒劳 浪费我的时间 唯一快捷有效的办法 就是答应林烟 对我而言 帮助林家其实并不是一件大事 只是在退婚之后 我不想和林家再有任何瓜葛 便断开了两家之间 唯一的业务往来 林烟想要的 不过就是恢复双方的业务罢了 起床后 我给林烟发了一个消息 让她来我的办公室找我 林烟消息秒回 OK 林烟刚到 就将一堆合同扔在了我的桌上 这是我要的条件 只要你把这个合同签了 一切事情都好说 她被靠着沙发 双手抱胸 坐在了我对面 让我跳楼自杀的眼神一模一样 我拿起合同随意的看了一眼 就眯起了眼睛 林小姐 你这份合同是否太过分了 我将她给的合同 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又拿出了一份 崭新的合同递给了她 这是我让我们法务部 最新领定合同 如果你愿意 就按这份合同上面的来 林烟结果 浏览了一遍 就又将合同又扔了回来 于丽轩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有求于我 居然还想按照原来的条件来 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 我要把价格提高十个百分点 我眼神一冷 林烟 你别得寸进尺 十个百分点 你不如直接让我于是集团 打钱给你们好了 二是 林烟淡淡开口 虽然早知道这个女人 是人面蛇心 但我还是被她的这番话 给欺笑了 没想到她 居然可以厚颜无耻到如此地步 我也懒得与她废话 只想赶快把她打发走 解决掉谣言仪式 我让秘书按照谈好的条件 重新拟了一份合同打印好 我毫不犹豫的签了字 这点钱对我来说 其实算不得什么 柳如燕的名声更为重要 林烟拿起合同 满意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贾欣欣地站起身和我握手 就在碰到握手的一瞬间 猛地将我拉到了她的身前 于总 你真的不考虑和我在一起了吗 宋家能给你的 我林家也能给 宋家不能给的 我林家依然能给 我也不介意你二婚 怎么样 我用力将她的手甩开 冷笑一声 我没想到 原来林小姐不仅喜欢找小三儿 还喜欢当小三儿呢 你说的这句话 你的男朋友 你的一生之爱知道吗 你对得起那个 你此生必须要嫁的男人吗 当日归学宴上的话 我一字不落地还给了她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林烟黑着脸骂了一句 转身拿着合同就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 眯起了眼睛 我就知道 她肯定不会放下她的汤米的 之所以拉下脸来找我 只是为了她林家族而已 然而 我还是低过了林烟的后脸皮 合同我已经给她了 下面的人已经开始履行合约 双方也再次恢复了业务往来 可是热搜并没有被撤下去 榜单前十 其中有一半都是在骂柳如烟的 甚至越来越多的爆料 被人发了出来 一时之间 柳如烟成为了全网人都唾弃的 恶毒上位女 破坏人家庭的绿茶表 柳如烟强打着笑意 没事的 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 看着这个往日里 开朗阳光的女孩子 此时心中满是阴郁 我心中的怒火 宛如火山般喷不而出 我立即给林烟打去了电话 林小姐做生意 讲的就是诚信 你这是什么意思 按照我们的条件 你现在应该把这些热搜 全部撤下去 话音落下 手机厅筒里却传来了 林烟不以为然的声音 于少爷 你这是在找什么急呢 撤热搜 这也是需要花时间的 好吗 更何况我刚从国外回来 还要处理很多 关于公司的事情 哪有闲工夫去管这个 要不这样吧 我可以发条消息澄清一下 至于开新闻记者发布会 那恐怕就要过段时间了 你这是想出尔法尔 我愤怒的吼了出来 额头上清惊暴起 于总说话可要负责 林烟故作正经 我可没有说我不负责澄清 再说了又不是我不想澄清的 这不是被现实所破吗 更何况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也不想和你绑在一起 毕竟我也是有男朋友的人 我要是这个时候站出来 帮你老婆澄清这种事情 万一被我男朋友误会了 他要和我分手 你担得起这个责吗 林烟自自有理 条理清晰 可见他早已经准备好了说辞 好了 好了 不说了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至于澄清这件事情 就等我忙完了以后再说吧 说完 挂断了电话 听着听筒里传来的盲音 我气得差点将手机屏幕捏碎 我再次给林烟打去的电话 被他直接挂断 再然后 电话也打不通了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 我们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再拨 我就尝试着发消息 消息也没回 最后我只好打电话联系他爸妈 但是他爸妈那边显然是早有防备 将我的号码全部拉黑了 接着我又用其他号码 给林副和林母打去电话 两人只要是听到我的声音 便直接将电话挂断 然后再将这个号码拉入黑名单 看他们这一家子的作风 显然是想趴到我于氏集团的身上吸血 而他们这么做 也确实可以让他们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林烟比我签下的合同 确实能够让他们大赚一点 如果经营得好 起死回生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而接下来的这几天 我也找人直接去林氏集团找过他们 然而得到的消息是 无论是大林总还是小林总 行程都已经全部排满 如果要见就只能预约 而预约的时间已经到了一个月之后 这件事情迟迟没能处理 谣言也在网上愈演愈烈 双方父母也都来问过此事 为了照顾柳如烟的情绪 他母亲特地搬来我们的婚房 照顾了柳如烟好几天时间 而这件事的情况 终于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了 从网上蔓延到了线下 柳如烟的学校专业以及班级 连学号都被扒了出来 一些看热闹不闲事大的人 甚至还在评论区编造各种柳如烟 在学校里勾打别人男朋友的谣言 只要他出现在学校 就会被人指指点点 甚至有胆大的跑到他的班级上 指着他的鼻子辱骂 小三心机表绿查表 该死之类的话 但为了不影响我 这些事情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 网络上的舆论愈演愈烈 甚至我公司里 都有人在我背后开始指指点点了 趁下班走 我开车去柳如烟学校门口接他 说起来 这还是我毕业以后第一次回到这里 还是原来的样子 一点变化都没有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会把车停在校门口 等着老婆放学 这种感觉其实也不错 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大学生 我仿佛也一下子回到了大学时代 本来我早就想来接柳如烟放学了 但是他一直不愿意 每次我想要来的时候 他都是以我工作太忙 工作要紧为理由把我给拒绝了 他丫头一直以来都是为我着想 很快到了放学时间 不少大学生在经过我时 纷纷侧目 最多的是男大学生 看着我的车总会忍不住多看两眼 然后和自己的朋友吹嘘 以后我也要开上这样的车 然后带着老婆孩子出去玩 很快 我就在人群中 看到了那个活步的身影 他怀里抱着书 扎着高马尾 穿着白色的衬衣和蓝色的超短裙 这身装扮并没有多么出众 但是那张清秀的脸 却让我在人群中一下子将他认了出来 仿佛是夫妻之间的心有灵犀 他本来还在低着头 突然就抬起头和我的视线在空中对撞 紧接着那张脸上 迅速浮现出了一朵如桃花般的笑容 丽轩 喊了一声我的名字 欢快得犹如一只小白兔 朝我蹦蹦跳跳地走来 我注意到 当柳如烟喊出我的名字时 周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一般 声音消失了一瞬 紧接着所有人的视线 全部都集中在了柳如烟身上 就是这个人吧 他还敢来学校 真是不要脸 人家都敢当小三儿当绿茶表了 你觉得他还会在乎脸吗 我在一旁听得真真切切 柳如烟自然也听到了 但他却依旧笑颖音递上前 把我推到了车里 副驾驶上 他这才扬起笑脸 拖着香塞看着我 丽轩 你怎么来了 不是跟你说了吗 工作要紧 我自己又不是找不到路回去 我心疼地捏了捏他的脸 他不满滴恩了一下 但脸上的笑容却是灿烂了几分 今天的工作已经处理完了 趁着还有时间 带你去吃好吃的 好呀 柳如烟开心地举起了双手 每次到这个时候 我都感觉自己在犯罪 娶的不是一个老婆 好像是找了一个女儿 回家养着 不过也是因为他这种心态 每每我工作累了的时候 他总是能够让我很快恢复活力 上一世 当白天我累了的时候 林烟也会像贤妻良母一样 过来关心我 然后让我把工作交给他 让我去休息 那个时候我还以为 他是真的关心我 但现在我却明白了 他只是想找机会 更多地了解我公司的业务 从而按做手脚 那我们去吃什么好呢 我记得有一家情侣餐厅 他们的牛排超级好吃 柳如烟说着 已经拿起手机开始定位置 好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笑着回应 柳如烟自认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将在学校受到的所有委屈 全部隐藏在他的笑容之下 可他眼神中暗藏的疲倦 却是暴露了他的想法 刚刚在校门口时 所听到的那些闲言碎语 也只是短短地听了一会儿 而柳如烟却是在学校听了一整天 可想而知他这些时间 在学校是如何度过的 他辅导员 也曾让他休学一段时间 等风投过了之后再回来 但是被他拒绝了 到达餐厅 柳如烟选了一个靠边的位置 这里可以俯瞰半个城市的美景 他拖着香塞看着下方 我在看着他 他在看美景 我也是 这家餐厅的味道 确实很不错 快结束时 柳如烟忽然坐到了我身边 我们一起拍个合照吧 说着 拿起手机打开了前摄像头 和我的脸紧紧地贴在一起 这一幕倒不像是已经结婚的夫妻 反倒是热恋中的小情侣 我也很开心地配合着他 自从网络上被林烟散播了谣言舆论之后 他已经很少笑得这么开心了 这不是柳如烟吗 他居然还敢来这里吃饭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 三个浓妆艳抹 手挽手的女人 停在了我们的餐桌前 满眼鄙夷的看着柳如烟 臭不要脸的小三儿 又出来勾引谁家的男人 我看你是想上位想疯了吧 到处勾大帅哥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臭东西 真以为自己有几分姿色 就出来到处卖弄 真是恶心 赶紧滚出去 三个女人的话 尖酸刻薄 柳如烟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我们的位置比较偏僻 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经过这三个女人一说之后 餐厅内的其他人也为了过来 开始对着柳如烟指指点点 我神色一沉 猛地站了起来 瞪着三人 道歉 我凭什么道歉 站在最前面的女人也被我吓了一跳 但依旧硬着脖子瞪了回来 这女人都敢做 还不敢让人说吗 我越听 脸色越难看 刚要发怒 一旁的柳如烟却是紧紧抓住了我的手 冲着我挤出了一丝笑容 没事的 那么多人呢 你总不可能把他们的嘴都拿抹布塞住吧 反正我们吃好了 回家就好了 我心疼地牵着他 仅仅只是吃饭时间 便惹来了这么多人辱骂 而柳如烟这段时间又遭受了怎样的对待 我不敢想象 回到家后 我直接来到阳台 拨通了林烟的电话 不出意外 并没有人接听 而这一次 我拿出新办的电话号码给林复打去了电话 林复想要挂 却被我制止 伯父 我这次过来是给你们提个醒 当初签的合同里面有一条附加条件 就是林烟必须澄清我们之间的关系 合同详细注明了 如果林烟没有及时履行承诺 我们有权终止合作 并且所造成的所有损失将由林氏集团全部承担 我与季冰冷地说完三句话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根本不给林复任何反应的时间 然而我刚挂断电话不久 林烟便气势汹汹地把电话打了过来 余丽轩 你什么意思 威胁我是吗 别忘了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是你要求我 而不是我求你 我的语气很平淡 林小姐 大家都是生意人 既然做生意 那自然要按照合同办事 如果林小姐有什么意义 可以找律师来和我谈 至于废话 就不需要再多说了 说完我就准备挂她电话 但林烟这一次反而是表现 倒是有些急了 等等 我现在是真的回不去 在国外处理分公司的事 现在业务刚刚起步 我离不开 你再宽限我几天 一周 一周之内我肯定给你个满意的交代 我语气冷了几分 这一次 我恐怕要让林小姐失望了 您在我这里的信誉已经降位了附属 您所说的保证 我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会相信 这一次我没有给她再辩解的机会 直接挂断了电话 果然如果想的那般 刚一挂断她便再一次打了过来 但这一次我并没有接通 而是果断把她拉进了黑名单 紧接着柳如烟的手机响起 我不知道林烟是怎么得到柳如烟电话的 但这一次我不会给她留任何机会 柳如烟因为她这段时间遭受了多少非议 要不给她一点教训 那我这个老公当的 就未免有些太不称职了 接着我要给公司的法务部打去电话 三天之内 如果林烟还不对网上的谣言进行澄清 就按照合同 对他们的违约进行赔偿 是 这时柳如烟已经洗完了澡 从浴室里出来 发烧上还有着水珠 脸蛋被热气蒸得红扑扑的 我过去抱着她 在她的额头上轻轻一吻 网上的事情我已经在处理了 相信在三天之内 应该就能得到处理 好 柳如烟看着我微微一笑 情绪是好了一点 但还是能看得出来是在强颜欢笑 而后来 我才知道林烟那边在得到了我的消息之后 一开始表现慌张 但后面却是把我骂了一通 有一点她倒是没有骗我 她确实是在国外 和她的一生挚爱在一起 那该死的家伙 居然敢威胁我 挂断电话后 林烟很生气 差点将手机直接扔了出去 好在汤米及时将她抱住 手机才免受无望之灾 哦 亲爱的 别生气 我们这边的公司马上就要开起来了 到时候有没有他们都无所谓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家警公司的搭建 只要我们所有的渠道全部打通 但一定会跪下来求你 亲爱的 你真好 还是你为我着想 林烟捧着汤米的脸满脸是迷 那个家伙口口声声说爱了我五年 结果为了一个认识不到三个月的小三儿 想要断绝我们两家之间的关系 真是个畜生 时间一晃三天过去 我并没有等到林烟的澄清新闻发布会 网上的爆料反而多了起来 各种不堪入目的言论铺天盖地而来 之前还在柳如烟背后指指点点的同学 这一次甚至都不背着柳如烟当着他的面骂他 辅导员看不下去了 亲自将他送了回来 我妈得之后 来到我家 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你这个老公是怎么当的 自己老婆被人欺负了 你却一点都不做出反抗 告诉你 你要是不给我们家愿意一个交代 信不信我立刻和你断绝母子关系 从今以后我就只有如烟这个亲女儿 没你这个儿子 我知道 妈也是为了我着想 毕竟无论如何 柳如烟也是因为嫁给了我才遭受的这些非议 虽然到现在为止 柳如烟的父母都没有过问过这件事情 但哪有母亲不心疼女儿的 人家只是不好意思开口 老妈这么骂我 也算是我们家表态 柳如烟反应比我更快 连忙拉着我妈在沙发上坐下为我辩解 妈 你也别怪丽萱了 她已经在处理了 只是对方太可恶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而反而 我妈紧紧地牵着柳如烟的手 好似怕她跑了一样 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 我现在看着她就生气 我转移话题 妈 这段时间我打算带如烟出去散散心 就当是蜜月旅行了 公司就拜托你和爸了 我妈的脸色 这才稍微缓和了一些 行吧 行吧 你们小两口 也确实该出去过一下二人事件 但我可警告你啊 这事情你必须得抓紧解决了 不然我也不好向你送阿姨交代 柳如烟连忙帮我点头答应 送走了我妈之后 柳如烟立刻拿出手机 开始寻找去哪里都蜜月比较好 脸上眼睛满是笑意 仿佛将这段时间所受到的委屈 全部都释放了出来 我好想去看海 一起看看日出 吹吹海风 想想就幸福 但我又想去爬山 那种站在山顶上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也很棒 我还想去看雪 但是好像很冷 不方便拍照 柳如烟一边计划着 一边否定自己的想法 终于确定了要去的地方 又开始在房间内忙忙碌碌的跑来跑去收拾东西 像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精灵 在帮忙收拾东西的时候 忽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我的私人号码一般 都不会接陌生电话 但来电的号码 我一眼便认出 是林烟打来的 被我挂断之后 一条消息发了过来 于立轩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真就不怕柳如烟从此以后身败名裂 再也抬不起头见人了吗 我没有回应 直接将消息删除 如林烟所料 我当然怕柳如烟身败名裂 我更怕她不开心 但我更清楚 林烟是不会澄清的 我的妥协 只会换来她更大的胃口 这段时间 我和柳如烟仿佛和外界断开了所有联系 只和爸妈偶尔报备一下自己的行程 柳如烟很开心的 在家族群里发了各种各样的照片 按照柳如烟的规划 我们先去爬了山 然后就去看了海 紧接着又去看了雪山 各种各样 柳如烟所能想到的地方 全都去跑了一遍 柳如烟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化身成我身边的一只可爱的小精灵 当林烟那边在联系不上我之后 也没有选择澄清 而是愈发过分 公司那边也没有闲置 而是直接按照我的命令 向林氏集团进行了锁赔 并且断开了所有的业务往来 一时激起千层浪 那时归学宴上 也有不少人知道劈腿的人是林烟 在看到我们对林氏集团动手之后 其他的人也见风使舵 纷纷开始对林氏集团进行了经济封锁 各种各样的订单 以及商业往来都被断开 林副和林母两人心急如焚 不断地给我打电话 但他们的手机号码已经全部被我拉黑 发的短信我也没有去看到 见我这边行不通之后 他们终于知道害怕了 打电话联系了林烟 女儿 要不你还是打电话 向林轩认个错吧 这件事情若是在这样继续下去 我们林氏集团会撑不住的呀 已经有16家和我们合作的企业 宣布和我们断开合作 公司如今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了 林烟倒是不以为然 反过来安慰道 爸 别怕 到时候一定会是他们认输的 以我对于林轩的了解 现在不过只是试探而已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他一定会服软 林副还是很犹豫 但最后只能相信自己的女儿 蜜月结束 网上的舆论 并没有因为我和柳如烟的离开 而逐渐消逝 反而是变得更加激烈 每天都会有无数人 在帖子下面骂骂柳如烟 而且从一开始的骂柳如烟 已经上升到了 把我和柳如烟一起骂 这对肩负淫妇居然还有脸出去旅游 真是不害臊 换做是我 我早就没法脸活下去了 臭不要脸的东西 有些激进派 甚至到了我们公司楼下 拉起横幅要求我和柳如烟离婚 向林烟道歉 我看着这些横幅只觉得可笑 这些人往往不知道真相 并被人煽动 我叫来保安将他们赶走 但是人缺越来越多 又是三天后 灵氏集团那边 已经没有了任何商务往来 灵妇和灵母终于坐不住了 来到公司见我 但我以业务繁忙为由 拒绝了他们 我回家时发现灵妇和灵母 正在我家门口等着 看着他们两人 我只觉得一阵厌恶 转身离开 却被眼尖的灵母发现 快步冲了过来一把抓住了我 但却被我甩开 丽轩 求求你放过我们灵氏集团吧 我们集团已经濒临破产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就会倒闭了呀 你灵叔叔一辈子的心血 可就没了 灵母说得声泪俱下 但我看着他们的眼神中只有冷漠 自从我和灵妍解除婚约之后 除了找我们于家帮忙以外 他们家再也没有和我们联系过 这一家人典型的用人使朝前 不用人使朝后 把我们于家当成了工具人 丽轩 这件事情确实是叔叔的不对 是叔叔没有教育好女儿 但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不要上升到家族啊 叔叔也劝过烟烟 但是他不听叔叔的 要不这样 你先恢复和灵氏集团的合作 叔叔安排你们见面 再好好谈行吗 我眼中的冷意更甚 直到现在灵妇还把我当傻子一样 如果灵烟发布谣言这件事情 灵妇和灵母没有在后面推波助澜 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现在知道公司要破产了 上门求饶了 可嘴上依旧没有一点道歉的诚意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二人 叔叔 解决这件事的办法 我早就告诉过你 我也留给了你们足够的时间 去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你们是如何做的 我已经做得人之一尽了 是你们太贪得无厌 丽轩 丽轩 灵妇脸上满是愁容 但我看不到他丝毫的悔意 只是心中不甘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你让我们灵氏集团再重新运作起来 我一定会想办法帮您解决的 那等你解决了再说吧 我不想再听他废话 说完就直接叫来了保安 将他们赶了出去 第二天 灵氏集团的股票已经跌破了警戒线 很多人视灵氏集团的股票为烫手的山芋 不惜倒贴钱扔出去 灵妍那边也得知了这件事情 气得火冒三丈 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 但自始至终 从来没有提过要来澄清这件事情 反而是对我继续威胁 丽轩无论怎么说 我们两家也是失交 一定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 你赶紧恢复灵氏集团的合作 否则就别怪我对你心狠了 你付出的这点钱 对你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但是为此可以买来有如愿的清白 对你而言只赚不亏 直到现在 灵妍还认为可以以此来威胁我 见我没有搭理 反而加大了力度 网络上出现了很多 有关我和柳如烟很久以前的照片 原来这个女人从小就知道勾搭男人 我记得余丽轩和灵妍 好像高中时候就已经订了婚了 这个女人居然那个时候就开始勾搭了 难怪短短三个月就能结婚 原来婊子是从小练成的 我可学不来 柳如烟回来后也没再去学校 在家里学着做菜 我也坐以待毙 在和柳如烟度蜜月时 我就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桌面上 有着私家侦探送来的各种照片 全是有关林烟和老公的 甚至还有很多有关老公的资料和照片 连林烟都不知道 林烟的消息每天发都没有听过 时隔一个月 我主动回复了一条消息 好戏开始了 林烟在收到消息后 一脸茫然 梁九才回了一条消息 你是疯了吗 你是被这件事情压得精神都不正常吗 当然你现在要是求求我的话 我或许可以考虑 既往不救 看到这自以为是的消息 我并没有回复 笑笑就删除了 随后找来秘书 让他这几天把公司的重要事情 全部交给我吧 这些天 在公司里也听到了一些不想听到的声音 柳如烟以前就喜欢在公司陪我 什么事也不干 就在那里待着 用柳如烟的话说 即便是不说话 待在同一个屋檐下 也觉得很舒服 这也是为什么 在没有结婚之前 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接近我的原因 我丢下了公司所有的事物 在家里陪着柳如烟 因为这段时间 就连我家周围 也出现了一些陌生人 虽然我已经让小区的安保部门 加强了巡逻 可依旧有不少人混了进来 我不知道这些人 是为了来找娱乐热度 还是被林烟派过来的 但这段时间 陪在柳如烟身边总是没错的 有我天天陪在柳如烟身边 他的情绪也乐观了一些 我们每天早晨 互到早安 然后一起做早餐 一起洗碗 一起打扫卫生 一起窝在沙发上看书 看电影 打游戏 但即便如此 偶尔出门散步时 身后总是有陌生人指指点点 我和他这段时间已经习惯了 但习惯归习惯 难听的话还是依旧不少 我曾经也想过花钱 将这件事情从热搜上撤下来 但这种事 似乎早就被林烟预料到了 即便是撤下来了一次两次 依旧会被不少人顶上热搜 我猜测 这背后应该是有个团队在运作 唯一的办法就是 让林烟这个始作勇者站出来 这段时间 灵妇和灵母也没少来找过我 但是都被我拒之门外 这老两口的皮 厚得犹如城墙一般 也得亏他们没有生在秦朝 不然就要被我那迷人的老祖宗 拿去住长城了 吃过晚餐 我和柳如烟两人 如往常一般 窝在沙发上看着电影 忽然 柳如烟开口 丽轩 这件事情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最近好多陌生人加我的联系方式 就连手机号也被爆出去了 每天都有不少短信 我听着直皱眉 轻轻地将她抱在怀里 在她吹弹可破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给我一点时间 这件事情 很快就会过去了 林烟和她男朋友 马上就要招架不住了 见我说的一正词言 柳如烟水汪汪的大眼睛 紧紧地看了我一眼 眨了眨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柳如烟也看得出来 我现在的表现和以前有些不同 我轻轻一笑 俗话说得好 天作孽 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柳如烟跨坐在我的身上 双手搭住我的肩 那双清澈的毛子里 透着满满的疑惑 我刮了刮她的鼻子 看电影吧 电影开始了 这一次柳如烟没有动 而是皱着鼻子看着我 丽轩 不要为了我做一些妥协 那女人 吴 她没有说完 被我堵住了嘴巴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趴在我的肩膀上大喘着气 听我在她耳边低声细说 放心 我会让那个女人付出代价 好 她点点头 小巧玲珑的鼻子蹭了蹭我的脖梗 酥酥麻麻的 还有些痒 第二天 柳如烟像往常一样起来翻看热搜 这已经成了她的一个习惯 当看到上面的热搜时 惊讶地将我从睡梦中摇醒 丽轩 丽轩快来看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靠在她的肩膀上 眯起眼睛朝她的手机屏幕上看去 只见 热搜排名第一的 已经不是有关她的帖子 而是几个醒目的大字 临时集团海外分公司 开业不到半年 宣告破产 联社集团海外分公司涉嫌走私 现已被查封管控 柳如烟兴兴奋地抱着我 在我的脸上狠狠地啃了一口 临时集团的分公司出问题了 丽轩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我很少看见她这么激动的样子 嘴角微微勾起一抹笑容 也不算是早就知道吧 只是猜测到了有现在这个结果 临时集团本就在破产的边缘 这两条热搜一上 现如今距离破产 就差临门一脚了 我转身翻找 不知道已经被扔到哪里的手机 果不其然和预想的一样 有一百多个未接电话和四十多条消息 一百多个电话 分为十几个号码 打进来的四十多条消息 也是不同的号码 虽然没有备注 但我知道这都是林烟发来的 丽轩 丽轩我错了 求求你救救我吧 丽轩我一定 一定会给如烟澄清的 只要你肯答应保住我们灵时集团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这些消息是几个小时前发的 算算时间 我和柳如烟那时候应该正在睡觉 丽轩我就在你家门口 求求你了 见我一遍好吗 这条消息是刚刚发来的 叮咚 叮咚 消息我还没看完 门口就传来急促的暗铃声 我和柳如烟对望了一眼 穿着睡袍打开了房门 林烟正站在门口 此时她那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 有些凌乱 漆黑的模子 此时有些空洞 仿佛被人抽去了灵魂 即便是化了妆 也遮盖不住她脸上的憔悴 一见到我就直接哭了出来 抓住我的衣袖 戏不成声 丽轩 丽轩求求你了 看在我们两家的情意上 你就救我们灵时集团吧 这一次我说到做到 只要你愿意帮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见我无动于衷 又连忙看向身旁的柳如烟 拉着柳如烟 一把鼻涕一把泪 如烟 对不起 对不起 网上的那些消息 都是我让人放出去的 后面的那些帖子 也是我请人发的 只要你能开口 让丽轩救救我 我可以把证据都给你 我可以开新闻发布会 公开向你道歉 求求你了 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看着这个女人 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她现在知道求柳如烟救她 但却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错到底是哪 她之所以开口 并不是认为她自己错了 而是她现在走投无路了 需要有个人帮忙 而这个人只能是我 她那个心心念念 一生挚爱 必须要嫁的男人 此时恐怕已经把她吃干抹尽 她必须表现出痛彻心扉的模样 柳如烟心本就软 听到林烟之后便看向了我 我的脸上依旧平静如水 眼神中透露着弹幕 此时我的手机忽然响起 是我妈打来的电话 儿子 你看看能不能帮林氏集团一次 你林叔叔 已经跪在你爸面前了 实在可怜 我和你爸看着都不忍心 虽然林烟是做了一些 不太道德的事情 但无论如何 我们两家也算是有些交情 嗯 我知道了 我点点头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都开口了 门口的林烟也看着我 眼中闪烁着泪光 像急了一只 因为贪玩出去被欺负的小猫 此时好不容易找到了回家的路 可怜巴巴的求主人再次收留 求求你了 帮帮我好吗 嗯 说完 我直接关上了房门 后来我才知道 即便是这一次看似真诚的认错 其实也在林氏集团的算计当中 林烟一大早就在我家门口督我 而他的爸妈林妇和林母 这是直接找到了我爸妈 我和林烟的婚姻 本就是我爸和林妇两方的父亲 一手撮合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 我们两家的关系 可以一直好下去 为了怕我不答应林烟 所以林妇和林母找到了我爸妈 向我爸妈求情 听我妈说 林妇再见到我爸之后 没有顾及撕好脸面 直接跪在了我爸面前 哭得两眼通红 求我爸就林氏集团 最后我妈看不下去了 这才给我打电话 当天 推迟已久的发布会 终于召开了 两件事情组合在一起 一下子就让发布会现场 挤满了各种新闻媒体记者 发布会还没有正式开始 就有不少记者开始争相报道 过了许久 这次发布会的女主角 林烟才缓缓登场 我才发现她居然还有闲功夫 去补了个妆 但精致的面容 依旧掩盖不了她的憔悴 她还没有开口 便有记者一窝蜂地涌了上去 林小姐 请问您这次新闻发布会 是被人胁迫的吗 林小姐 请问您这次发布会 是因为你们林氏集团 濒临破产 找人帮助寻求投资 所以被人强下的这种要求吗 林小姐 您如果有什么苦衷 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您被人陷害 也可以说出来 让大家帮你想办法 绝对不能让那些 有钱有势的人逍遥法外 这些话 直接将我和柳如烟 贴上了坏人的标签 我并不觉得意外 我也很清楚 现在这些网络观众们 想看到的是什么 而这些记者 也只是在为自己的工作 寻找热点 因为只有这些暴点 才会让他们写出的 稿子浏览量暴增 听着下面的人 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 好一会儿后 林烟这才抬眼看向 下方密密麻麻的摄像头 面无表情地开口 大家都误会了 这次的新闻发布会 本来早在两个月之前 就应该召开的 现在召开 我只是想告知大家真相而已 话音刚落 下方的新闻媒体记者们 便按捺不住内心的情绪 将早已经准备好的问题 一股脑地抛给了林烟 那么 请问您现在要说的真相是什么呢 请问前段时间在网络上散播的 有关柳如烟和于丽轩的事情 是您找人散播出来的吗 请问林氏集团对此污蔑 有什么要负责的吗 又是一大堆问题 铺天盖地地朝着林烟标过来 过了好半想 林烟才有机会开口 其实我和于丽轩的关系 并非像网上所说的那般 柳如烟也并不是小三 也不是绿茶表 是我之前早就已经和于丽轩 解除了婚约他们俩才在一起的 请大家不要再以恶传额 听信网络上的那些谣言了 而且在此之前我也有了男朋友 我们双方已经没有任何瓜葛 林烟说得很认真 下方记者认真地记录着 林烟所说的每一个字 如今于丽轩和柳如烟 已经举行了婚礼 这谣言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柳如烟的正常生活 请大家不要再传播这种不实的言论 否则我们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而与此同时 我公司早已等候多时的法务部 也实时公布了我们之前查到的 以及林烟自己交上来的证据 两边证据同时公布 一下子让全场哗然 下方有记者抓住了重点 连忙将话筒递到了林烟的面前 请问林小姐网上有消息称 这次的谣言传播 其实是由您在幕后一直推波助澜的 请问这属实吗 林烟低下了头 沉默了好一会儿 这才重重地点了点头 是的 网上的谣言一开始确实是我散布的 我向他们表示歉意 硕安对着摄像头又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和柳如烟站在新闻记者们的最后一排 静静地看着林烟 在林烟鞠躬时 柳如烟拉着我的手微微握紧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都有些颤抖 我也能理解 遭受了两个月的非议 现如今终于得到了清白 哪怕柳如烟性情再怎么乐观 此时也有些激动 我将她轻轻地抱在怀里 没事了 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 随后我们两人一起牵手离开 针对我们的谣言 也终于落下了帷幕 回去的路上 我再一次接到了林烟打来的电话 于丽轩 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开了新闻发布会 网络上的那些谣言也已经全部撤去了 你现在是不是也该兑现你对我的承诺了 帮帮林氏集团 你放心吧 我可不是你这种言而无信的人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林氏集团的违约纠纷本来已经提起了诉讼 这诉讼其实是我的后手 当我在离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就已经交代了公司法务部撤诉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却远没有结束 公司法务部在收到我的命令之后 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针对林氏集团的所有诉讼已经全部撤了回来 林氏集团算是松了一大口气 可是在尝到了这次甜头之后 和我想的一样 林氏集团的胃口也越来越大 几乎已经将我瑜伽看成了他们的工具 随时都想要趴在我们身上吸血 回去后的第二天 网络上的事情已经彻底的消散 不少人在以前的帖子下面向柳如烟道歉 但柳如烟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到学校上课 而是继续待在家里做他的全职太太 刚起床 柳如烟就已经为我做好了早餐 这是他这几天辛苦努力学到的成果 各种各样的东西摆满了整个桌子 谁家早餐吃十几样啊 我一脸无奈的笑容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却是夹起旁边的一块肉 直接塞进我嘴里 不行 你要好好补补身体 还有这个 听说吃了这个精神会更好 这个也不错 强身健体 对了 你以前还吸烟 你必须把烟给戒掉 这个可以有助于你排除体内的一些污垢 柳如烟一边往我碗里加东西 一边说这些东西的功效 我看着不由的皱眉 很好 再怎么下去 我一定会营养过剩 我试图将碗里的这些东西全部放回去 柳如烟 我真吃不了这么多 要不你中午再给我送来 柳如烟脸色一素 很认真地盯着我 不行 中午你要吃其他的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很好 看来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不会为我三餐吃什么而发愁了 最后我在柳如烟的监督下 吃了一大堆东西 肚子鼓鼓囔囔地去上班了 还没出门 就听到门外传来了一阵声嘶力竭的叫喊声 那模样仿佛把喉咙都扯出来了 于丽轩 于丽轩你给我出来 我知道你在家 赶紧开门 于丽轩 你这个大骗子 你明明答应了我 只要我开了新闻发布会 澄清了柳如烟的身份 你就会帮忙救灵士集团的 你怎么可以实验 我打开门的一瞬间 就看到一个巴掌朝我豁了过来 然而这一次林烟的巴掌 并没有落在我的脸上 我伸手挡了下来 我看向她满眼的冷漠 这个女人在我的婚礼上 就已经给过我一巴掌 这一次我不会再给她这个机会 林烟挣扎着 将她的手从我的手中抽了回去 满眼的怒火似乎要喷不出来 于丽轩 你这个骗子 你居然连女人都要骗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 还说我不守信用 不守承诺 你自己呢 这就是于家的大少爷吗 一旦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 就把利用过的人抛之脑后 林烟越说越激动 口水都差点从她嘴里喷了出来 还不断地大喘气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她被我怎么欺负了似的 我摆了板手 制止她再继续说下去 我骗你什么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明明一开始 都是你不断地在向我编造谎言 说话间我直接笑出了声 再说了 你们临时集团都快要破产了 而你只是一个劈了腿的前女友 你有什么值得我骗的 我有什么好骗你的 看着她怒不可恶的样子 我出言提醒 你别忘了 我已经在违约经上面放过了你们家 没有再向你们继续提出诉讼 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你还想让我做什么 你明明说过要帮我们临时集团 林烟几乎是用吼的 我被林烟一家的厚脸皮给震惊到了 这个女人 无论什么时候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永远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所有人都必须围绕着她转 不知道她的那位汤米 到底是怎样宠溺她的 见我不说话 林烟情绪愈加高大 怎么被我戳到痛楚了吗 堂堂瑜伽大少爷 未来瑜似集团的继承人 居然在这种小事上骗我一个女人 你觉得如果把这件事情传播出去 你们于是集团的骨架会不会暴跌 林烟像我的眼神中 充满了极度怨恨和威胁 这一次我不留丝毫情面的对了回去 林烟 我看你是脑子被气傻了吧 到现在这种地步 你还想玩这种小孩子的把戏 你觉得对我有用吗 你明明说过要帮我的 林烟歇斯底里的吼了出来 闭嘴 我毫不留情的打断了她 我最后再说一次 我于是集团只会做我于是集团该做的事情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我会帮你把那些违法的事情都处理好吧 你以为你是谁 你以为我又是谁 自己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 就应该付出代价 这一点在小学的时候 老师就应该已经教过你 你们林氏集团做的这些事情有多么严重 我想你应该比我更加清楚 你被你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 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 不要再一起用事了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尽可能挽回损失 而不是在我这里撒泼打滚耍横 一番话下来 林烟被对得哑口无言 双手拽住我的衣领 通红的双眼狠狠地瞪着我 没有了之前那股凶悍的气势 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恐惧 和无奈以及哀求 丽轩丽轩 你明明答应过我 答应过我要救我们林氏集团的 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上 求求你出手救救我们吧 只要你愿意 哪怕让我做你的小三也行 我被逗笑了 但也看得出来 这个女人确实是走投无路了 一向高傲的她 居然连这种不要脸 没自尊的话也说得出口 但我这一次并没有心软 直接将她的手从我的衣服上拽了下来 该帮的我已经帮了 涉及违法的事情 我也确实帮不了 但看在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 我再和你多说一句 你的那个老公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如果你想让你们林氏集团 又或者让你的爸妈后半辈子 不会在里面度过 那就好好地调查调查她 说不定这件事情还有转机 我说完后直接关上了房门 连公司也没有去 我怕这个疯女人在我走了之后 又在骚扰柳如烟 柳如烟见我回来询问了一下事情之后 便开心地去做午餐了 我突然想到 我是不是该把柳如烟一起带去公司 至少公司里面没有厨房 可以让她做午餐 林烟在我家门外待了许久许久 这一次她没有哭闹 而是不断地拿出手机 拨打了好几个电话 看起来很忙碌的样子 直到中午 她才从我家门口的台阶上起身 失魂落魄地离开了我们家小区 有了我这个提醒之后 林烟回去查得很快 但是这一切我也没有再继续关注 发布会之后 网上则是到处都是道歉 以前骂骂柳如烟的人 纷纷找到了柳如烟的主页 在下面疯狂地留言评论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们不应该听信谣言 说了那么多伤你的话 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 之前是我们错了 这种相似的评论超过了万条 柳如烟看到这些之后 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 虽然她在我眼里 一直都是个孩子 一周之后 柳如烟的情绪已经彻底恢复了 正常期间 我还把我们双方的父母 交在一起吃了顿饭 我妈还不断地 给柳如烟的爸妈道歉 说她没教育好儿子 这么久了才处理好这件事情 我也知道这都是一些客套话 我也站起来向岳父岳母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让柳如烟 受到一点欺负 快要临近期末了 柳如烟没办法继续在家里待下去 不然这个学期她得挂科 我担心她 亲自送她去了学校 照片也不知道是谁 发到了学校的表白墙和论坛上面 一时间又变成了一大群人 在底下吹跑 原来柳如烟才是受害者 之前都是我们错怪她了 对不起柳如烟 柳如烟都是我们错了 我们也是被人利用 柳如烟你们的爱情真的让人羡慕 我要是有一个这么信任我的丈夫就好了 一时间学校的论坛再次被沦陷 全部都是羡慕柳如烟和我的爱情故事的一群人 甚至在网上各种评论询问 到哪里才能找到一个这么完美的老公 而之前那些激进派 跑到班级里来骂骂柳如烟的人 也再一次站了出来 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柳如烟道歉 柳如烟本就是个心软的人 在他们道歉之后 柳如烟也欣然接受了 并且还安慰他们 表示这件事情不要紧 以后先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再做决定 对方也是一个劲地点头答应 说柳如烟真好之类的 回来之后还很开心地和我分享 经历这件事情之后 每次柳如烟去上学 都是由我亲自去接送 这倒是有些羡煞旁人 但没过多久 林烟再一次找到了我 这一次她连妆容都没有化 看上去老了几十岁 满头油发 随意地被扎在了脑后 戴着一个帽子 若不是对她熟悉 我甚至都认不出 这就是当年那个高高在上的林烟 这一次林烟没有像之前那样大吼大闹 十分拘束地坐在我面前 满脸可怜地看着我 丽轩求求你 求求你再帮我一次好不好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已经查到了一些东西 但是很多东西已经被销毁了 那些人需要证据 我现在实在是找不到了 你之前提醒我 是不是因为你已经有了证据 只要你愿意把这些证据交给我 保住我爸妈 我真的什么都愿意做 哪怕你把我当成你的情人 养在外面也可以 林烟狠听她爸妈的话 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 毕竟前一世 也是因为她爸妈在她耳边煽风点火 她才放弃了老公和我在一起 说着说着 林烟眼眶就红了 我妈又在适当的时候打来的电话 我知道他们家又是兵分两路 只是不知道 我妈如果知道林烟在向我说了这些话之后 会不会还让我帮忙 不过既然我妈再次开口了 那我便将之前收集到的证据 全部交给了林烟 林烟接过 将文件如救命稻草般 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你等我 等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完我就来 不用了 我打断了林烟的话 不想让她再继续说下去 这女人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你下次看人的时候 还是先擦亮眼睛吧 林烟没有再说什么 抱着文件走了 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能不能起到一些作用 但我妈开口了 交出去也没什么 林家的事情并没有拖延太多的时间 或许是我给林烟的证据起到了作用 其实在林烟回国之前 林氏集团就因为经营不善财务上出现的状况 而林父和林母也是因为知道如此 所以才将林烟早早地从国外叫了回来 其目的就是为了能让林烟嫁入瑜伽 想吸我们于家的血 来延续他们林氏集团的命 可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眼中的救命稻草 非但没有成功地让他们林氏集团 绑上我们于家这艘大船 倒是让他们所有的希望全部成了泡影 结束会约之后 失去了所有的订单 颓废的局势也愈发明显 这时林烟的好男友 汤米提出他在国外有一个公司 可以帮林氏集团开拓业务 林氏集团此刻就好像是在黑暗中行走的人 忽然看到了一盏明灯 不顾一切地相信了汤米的话 林烟一再拖延不愿意回来召开发布会 就是为了在国外建立分公司 这一点其实我早就知道 而我之所以去调查汤米和林烟 就是因为前一世跳楼前 汤米看我的眼神并不太对 而林烟那时已经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他觉得于家已经和林氏签订了合同 只要拖到国外分公司成功建立 于家的存在对于林氏集团而言 就可有可恶了 既然这样 那场发布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反而还可以用来恶心我和柳如烟 简直一举两得 但他失算就失算在并没有注意看合同 前面的几次 合同都是我之前抛出来的诱饵 包括林烟一开始给的那个合同 我也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 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而林烟也因为我们两人的关系 以及林氏和我父亲的关系 于是集团一直对林氏集团推广最大的变异 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 所以那次合同他们也没有细看 即便是我已经下定决心 要向他们提起诉讼 林烟也没有在意 林氏或许慌乱了一阵子 但最后还是被林烟给洗脑了 也不知道汤米到底给他画了什么样的大饼 让他吃得这么撑 胆子居然这么大 可是给他致命一击的 并不是我于是集团给他们的诉讼 而是他最深爱的汤米 经过我的调查 我发现汤米确确实实在国外有一个公司 但是其中做的生意却不是什么正经生意 经过我的私家侦探传回来的照片 那段时间和汤米接触的 也都不是什么正经人 他们所交易的东西也都是一些走私的物品 之前在国外盯上林烟 也是因为林烟在外面花钱大手大脚 认为林烟就是一个人傻钱多的主 实际上也差不多 毕竟林烟在国外 不但有灵妇和灵母给他的钱 我也会经常给他钱 他在国外可以说是衣食无忧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所以就被汤米给盯上了 特别是跟着林烟回来之后 虽然林氏集团和我们于氏集团相比不算什么 但是就他的那家小公司而言 林氏集团已然算得上是一个庞然大物了 虽然那个时候林氏集团的经济上 就已经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但是对于他的小公司而言 即便是出现了问题的林氏集团 也是一只超大的骆驼 也是在那个时候 他就计划将林氏集团绑上船 特别是当知道林氏集团 遭受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 更是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 果然如他所想 林氏集团被他这么一忽悠就直接上了档 而林妇和林母还在为自己开拓了国外市场 感到沾沾自喜的时候 汤米就已经在国外给他们挖好了坑 准备让他们跳起来 但汤米没有想到的是 即使国外的警察早就已经盯上了他的那个空客公司 果不其然 林烟在国外的公司刚刚建立好 第一批货还没有送到 警察就已经先找上门来了 因为这批货是林氏集团和汤米的公司合作的 所以国外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就发回了国内 直到这个时候 林氏集团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但这个时候已经追悔莫及 而他们也和以前一样 一旦遇到了问题 第一时间就找上了我们瑜伽 想让我出手帮忙 可这个时候一切就晚了 他们所有的货物已经在海关被扣下 如果仅仅只是被扣下 想要运作出来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林妇没有想到的是 那批货物里面还被他们的好女婿 塞了一些并不知道的东西 更好在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 而且再加上我所给的一些证据 最终的结果就是 林烟因为协助汤米背叛了一年的有机徒刑 并出以了500万的罚金 林妇和林母因为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仅仅只是被罚了款而已 但也因为如此 林氏集团彻彻底底的宣告破产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爸妈的脸色也没有好看到哪里去 虽然对林烟有些厌恶 但无论如何 也是一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 落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多少有些悲凉 我重生的事情 我也没有告诉我的父母 不想让他们心存怨恨 即便是告诉了他们 也不见得他们就能理解 虽然林烟和她的爸妈 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是我也并不会因此而原谅他们 就这样也很好 所以我现在唯一的苦恼 就是双方父母 隔三差五的就开始催孩子 因为柳如烟那边还有一个弟弟 柳如烟在毕业之后 也不用去接受公司 岳父和岳母也乐得清闲 没有事做 而我公司这边也由我权权负责 我爸妈只是偶尔顾问一下 并不会过多的干预 所以我们双方的爸妈 可以说是闲得发慌 没事干 就只想带带孙子什么的 还说最好是一次性生两龙凤胎最好 我就笑笑不说话 手机上又显示我妈的来电 我直接寄通了电话 儿子今天带如烟回来吃饭呗 我和你爸做了一顿好吃的 对了 把你岳父岳母也一起叫过来 好 我知道了 我点点头 这种事情解决之后 两家人就一起经常吃东西 柳如烟的弟弟也偶尔过来一起 一家人其乐融融 而我们两家的合作也愈加密切 互相扶持 利润更是翻了好几倍 把柳如烟从学校接回来之后 便直接来到了我爸妈家 这一次并没有直接让我们早点生孩子 而是在说隔壁家谁谁谁又抱孙子了 又或者哪个集团又生了个小少爷 开了个百日宴 我和柳如烟对视一眼 心中满是无奈 柳如烟其实才刚刚毕业 我的年纪也大不到哪去 根本不用着急要孩子 但是看双方父母这个样子 就好像是晚了两天 他们就抱不到了一样 最后我俩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 一字出差为由 我带上了柳如烟去海外待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的时间看似在外忙工作 实际上是我带着柳如烟在外面到处游玩 因为防晒没做好 柳如烟晒黑了一点 但是那一双大眼睛却是亮晶晶的 回来之后 柳如烟只是一直觉得身体不舒服 我因为消极代工了两个月 有点忙 便让我妈带她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上午刚去 下午还没有下班 我妈就又打电话 让我去把岳父岳母接到我家来 说 她有个好消息要宣布 刚到家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岳父岳母连忙朝着我妈围了过去 只见我妈拿出了一张单子 上面的HCG指数 超过10iul 柳如烟拉着我的手 轻轻地放在了她的肚子上 有些害羞地低着头 柳声道 感觉到了吗 宝宝说 她饿了 全文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